我问一下 我稍等一下 七四年的老虎男的 他左眼看不见了 师父看一下好吗 七四年老虎是吧 对 当然师父 哦 他先是右眼不好 哦 先是右眼不好 后来左眼 后来影响到左眼 左眼的 左眼的那个视网膜 已经破了 而且他已经比那个右眼还要差 哎呦 那师父 这个是属于业障还是灵性变 我看看啊 嗯 感恩师父 嗯 我现在看到一幢房子倒塌 可能是他上辈子的 就是说他有可能上辈子呢 他不知道是建筑师 或者是把人家房子弄倒塌呢 也不知道他是 那个恐怖分子 或者发笔记把人家大楼弄倒塌 我想做建筑师把房子弄坏的那个可能性比较大一点 嗯 所以他误伤别人 他的眼睛啊 实际上他的眼睛啊 一定会误伤过的 年轻的时候啊 一定误伤过的 你去问他好了 哦 行 那师父他这个要 小房子要多少 三百五十张 嗯 感恩师父 那那个放生呢 放生几条 四千条 四千条鱼 好的 感恩师父 他是男的是吧 他是男的 七四年属老虎的 嗯 他这个眼睛会不会恢复啊 他现在七四年这么年轻哦 嗯 现在年轻人都是 哎呀 你就不讲 年轻人报应更快 你去看好了 2016年 现报的事情更多 不学乎 挺可怕的 对 非常可怕 现在我告诉你 到了末法时期 越往年份往后面 面临的 无形的危险 更多 是的 啊 就突然之间 身上长东西 突然之间被车撞死 突然之间怎么样 实际上都是 到了末法时期 他这个 这个我们说 因果报应越来越快嘛 越来越快 按照二十倍 三十倍这么在报嘛 明白吗 是的 他的眼睛是这样的 我觉得他的眼睛不会 现在暂时还不会全瞎 至少 至少那个眼睛能看五年 但是呢 五年之后我不能保证 他如果再做坏事 他再不念经的话 那对不起 他可能在一年半 还有个眼睛也会瞎掉 好的 好的 我让他听录音 我看到他的右眼里边 有个女人 哦 年纪蛮大的 也不是一个 也不是一个 好像说像奶奶 外婆这种之类 就是像他 过去的年轻的时候 情人吧 哦 头发是 就是捧起来的 有点往后的 有点往后的 哦 好了 我到时候让他听录音 好的好的 好啊 师傅他每天礼服 要念几遍啊 五遍 五遍 好 感恩师傅